Hello 大家好 2018年的第一次緝 《決戰中環直播》 很高興馮博士繼續幫忙 先解釋一下楊卿發生了什麼事 就不說楊卿退出很慘 楊卿因為他忙得不得了 楊卿申請可否改彈性的上班時間 也不要緊 所以楊卿偶爾會用客串身的出現 偶爾會自己錄音播出 但楊卿是難的 直播時間坐定定 因為大家都知道他將軍鵝這麼遠 除非我半天三個飛車送他 否則他真的蠻折磨的 很辛苦的 所以不怪他 稍後如果有什麼想問 大家如果有什麼特別想問 但仰卿說不要緊 我們轉達 讓仰卿錄播部分的東西 解答大家的觀眾的疑問都可以 好嗎 2018年第一次 有什麼好說 上一次2017年年底 林別秋波的事情 剛剛一地兩點出街 原來繼續發酵 繼續發酵 還在爆炸 這次馮博士再跟大家更新 因為最新 大家看新聞都看到 原來港府澄清之前 師姑 從頭到尾都不是中央 基本法的 原會 要求要一地兩檢 還有他講了一個很有趣的說話 其實香港是可以不要金 不要高鐵 不要一地兩檢 這個包中央是底線 當時已經講了 你那邊的檢查站 國內其實是有個 預備了的位置給你的 所以這些基本上 誰怕他給你撿 你可以不要一地兩檢 那你不要高鐵 直通就不可以了 這麼簡單 所以這個訊息也都 對我們來說 之前我們一直說 其實這個是事實來的 福田的而者 預了位給你的 即是說 由阿爺開始決定 起這條 即是駁上去 其實一直都不是 預了一定要做一地兩檢 人家有Plan A Plan B 是有Plan B 沒有Plan B 現在下一個問題就是 林鄭也說了 是屈了中央 如果說是中央要求一地兩檢 是屈了中央 前後對證都擺明了 不是中央的事 很明顯 現在所有證據都指向 到底哪條 到底是誰提出的呢 所以 蛛絲馬跡 都是反過來指 你不是老董 就是煲胎 煲胎 煲胎作為公務員 他會不會這麼沙撲 又大家明白什麼事 也就是說 所謂一地兩檢 先幾次 我已經介紹了這件事 很久以幾年前 社民都寫了這件事 因為有一個 所謂大豬三角的概念 是中央融合的概念 而在這個融合過程裏面 是有人為香港發聲 爭取香港成為 區域性的交通樞索 所以這件事 其實只不過是 兜兜轉換回一個很古老的話題 到底哪一個人 幫香港 甚至幫中央出主意 說香港要成為 區域性的交通樞索 而這個區域性的交通樞索 又要海陸空都爆了 高鐵都爆了 很明顯 不關國內事 深圳都說 你搶鬼了來做 你搶住來做 那誰搶住來做 那就超然若揭 所以 有些人就難切其咎 到底為何要屈阿爺 誰要屈阿爺呢 如果再不澄清的話 那人還不澄清 就繼續屈 你不澄清的話 你不澄清的話 就繼續做 你不澄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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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變成了 阿爺就老鳳被屈 你說哭冤也沒辦法 鬼叫你 一言糕頂 你一言糕頂 你可以說不肯 你說中央做不到 就不行 反愛 但中央是無所不能的蘇維埃 沒錯 反愛的古老問題 蘇維埃 就是三權合一 叫主權機構 所以這一下子 的確就是 他既然在追聲 事實上 他依然糾頂 因為他是三權合一 那麼 香港還有些法律界人士 都還在吵 說用普通法 就是習慣法的思維 就說 你其實只是 決定來的 這個行政決定 你又不是司法程序 又不是立法程序 三一仗 問題是蘇維埃 沒有這件事 劃分的 總之 人民代表大會 戒決議 等於法律一樣 所以變成 你走不掉的 這件事 上次已經說過 繼續被屈 阿爺 沒辦法 既然他也決定了 當然他也應該 攬了 阿斯姑和林鄭都已經出聲了 都已經說了 說是有人 但有人在哪裏 哪裏 我們全港 大家一起想想 是哪裏 尋忍 尋忍 猜猜我試睡 這件事被代表了 OK 所以 有沒有人記得利益 我不敢說 但這個決議出了 你其實所有事 都只不過跟著那個 那個氣橋發展下去 這樣解釋 劇本寫好 就發展下去 那你怎麼作也作不出 劇本的框架 框架就是 你是要中港融合 你是要成為 拘留性交通樓 給你 當然大家都知道 這些幫港出聲的結段 不時發生 有時候就無雙大雅 但有時候都頗嚴重 看看這個概念 是什麽嚴重 今天 還是昨天 湯家驊的右鬼拍 後面已經多拍了一件事 直接把香港和殖民地相提並論 為什麽 中主國的法律 不可以在這個地方 那裏行駛 殖民地也是這樣 那你確認 香港是中國殖民地 那裏 不用說得太明白 這件事 其實上次馮博和我都說了 大家都對歐盟相當有認識 而沒有認識的是什麽 中港兩地官員 中港兩地的司法 專業也好 怎樣也好 的確從來沒有考慮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要說 從香港的所謂習慣法經驗出發 又或者要和中國的蘇惠 法治經驗出發 其實是無法解決中港矛盾的 沒有本來就是矛盾 對 問題是矛盾 就是兩制有矛盾才要分 先要一個兩制 初衷就是因為你有矛盾 所以你有區間 你千萬不要跟他們說 區間是隨意 區間就是區間 確不然是兩月的 糖水不要滾糖魚 河水不要犯井水 那你就不能說河下面有個洞 有個井 讓你不犯井水 大哥 不要走我了 所以變成這一下 井裡面的魚就是死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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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李柱銘說的很過癮的比喻 如果當年老平聽到他一定會犯海 就是這樣 中港區間的概念 就是河水不犯井水 你挖個洞 就貫通了它 要中港融合的話 就是要河水犯井水 或者井水犯井水 還有一個解釋 聽起來就比較壓突 其實就不用說到這樣 由於已經 劃出去了 基本法已經不屬於那些黃泉 有位仁兄 即是既成事實 即是由我 開始你的 就不再屬於你了 另外就是林定國今天又出聲 選舉的威力 選舉的威力 重新提一下一次 就說只要中央 是肯承諾下不為例 都比較容易承諾 那如果全部承諾下不為例 都容易承諾 那殺人放火都可以了 就不簡單 法律不可以有例外 對不對 所以變成選舉的壓力 就令大律師工會 那些人都有點霜霜 你可以看到 還有裡面都來的 改選在職 反台嘛 港英餘孽孽 又來了 避免不了 所以最過癮的是 其實這樣發展下去的話 港獨或本土派 是無需氣餘的 原因就是 既然民主之父 已經點起了火仇 你現在的專業團體 都變成反共了 你應該是一天都光亮才是 應該很開心才對 所以這個 我經常有一個感覺 很多香港朋友 會覺得一定是陰謀論 不過我這樣看 這個是用我們自己對於法治的尊重 來投射下去 覺得別人破壞你會很有快感 但你要明白到 在大陸其實 他們選擇的就是無法無天 毛澤東自己說 毛澤東基本上都不跟著他 是無法無天的 所以既然一群無法無天的人 其實他們是不會透過 踐踏法律而產生快感的 他們本身就是 法律是用來用 不是用來遵守 是工具來的 是工具來的 是用來人民民主專制的工具 工具來的 所以他們是不會透過 因為踐踏了你的法律 第一 他根本不太理解 為何你這麼緊張 他真的不理解 他是不理解 他是不理解 法律是用的 你妨礙他 那你就不要太多束縛 他要你欣賞他的制度優勢 我制度優勢 就是不會被法律綁住 制度自信 所以我覺得這次 就不是借著一地兩檢而去 所謂全面管治權 反而是 真的有幫港出聲的份量 阿爺很抱他們 就抱了 的確在阿爺的角度 他覺得他真的很小事 一言九鼎 從蘇維有法治概念出發 他是沒有錯 他看自己是沒有錯 其實他是沒有惡意的 他真的覺得是好小事 說不上惡意的事情 他覺得是好小事 是不是善意我不敢說 他肯定說不上惡意 他不會因為這樣 扣過這樣的緣故 踐踏了你的法律 而他又很有快感 從來他都不覺得這件事 是工具來的 這句話可遠可見 所謂 雄林覺得是惹的 對於他來說 基本法都是一個 不要說幻覺 基本法對他來說 都是一個臨時性的安排 五十年的臨時 他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中 挖了一段出來 香港可以自己有一個基本法 而這件事是可以不跟你憲法其他部分 對他來說是一個例外的個案 對於他來說 我所謂收回 一國一制 就是早晚的事 這個倒數 現在只有三十年 你說他會有多緊張 對於中國來說 他反而更緊張 就是你十三五規劃 你下一個五年計劃 發生什麼事 整個大豬 那三個州 現在叫大灣區佈局 是如何 這些他反而更緊張 對於你香港是否有發展 不上心 這件事 除非你影響到的利益 這是另一件事 會不會因為這樣 而導致外國會發生任何制裁呢 這件事 真的有說 但樓梯響 還未見有人走 因為有人說過 正呀 外國一定會插手干預 諸如此 傻啦 不要那麼天真 全世界都是賺錢至上 除非影響到的投資利益 他們自己投資利益 所以發覺 煞頭的生意都有人做 就是一種生意沒有人做 就是事本的生意 所以也不是說 陰謀論 不陰謀論 也不是說快感不快感 沒有這件事 反過來 經濟是很客觀理性 很冷血的 好像我這麼冷血 所以變成他們沒有所謂 是否要珍惜香港 要保護香港 概念不在這裏 而是香港能否繼續 作為他們賺錢的一個平台 這個反而是更加重要的一件事 你有沒有所謂法治 是不重要的 如果說法治是這麼重要的 他不會在國內設廠 他不會在國內做生意 國內就更加沒有法治 如果他國內都可以 這麼心安理得賺錢 那香港有沒有法治 其實是不重要的 這件事反而提醒大家要小心 各國商會也好 領事也好 甚至總統也好 出聲 你都不可以全部當作是真 政治永遠很現實 說利益 到底是否會影響到他們的利益 這個才是真 一向都是real politics 是real politics 你不要說 我不敢說律師太傻太天真 律師都是專業工作人員 但做老闆我不是律師 你都明白這件事 除非你說那個危機是大到 有機會影響到 外國投資者的切身利益 否則這件事我不覺得 德國國會出聲 表態會有 隔天中的 爺餘下你會有 隔天中的空椅也會有 但他不會跟你做生意 所以這件事是很現實的 這是一件事 這件事就繼續 因為立法會還要表決 一來三步走 第二件事就是 除非我們這麼習慣 歐盟那些事 有一件事 你可能算舊帳也可以 你看回中英聯合聲明 那段時間 英國人會不會這麼天真 覺得中國的東西 不會流過來香港 不可能 為什麼 大家都記得 入歐盟的時候 1972年 出了一個 叫做歐盟的參與法案 EU Accession Act 而之後 其實英國法院都判過 英國的法院自己判例都說明了 歐盟本身出的法律 包括行政指令 對英國本地立法 對英國都是有強制性的 是不需要英國本地立法的 除非你跟英國本地其他東西 有任何衝突的時候 交給法院 問題是法院 他也是看歐盟那一套 到最後 因為你已經簽了一個 叫做Axation Act 即是你已經將你的主權 以及你的管治 重屬於一個更高的政治實體 在這種情況下 你說河水會不犯井水 我不是很相信 問題是一種 即是72年已出現了 有何可能英國人 遲到百多年 和你簽中英聯合聲明的時候 他會不回議這件事呢 不可能的啊 大哥 所以他唯一所謂英國人 叫做所謂的道義責任 所謂的光環高地 是什麼家科 起碼有基本法的事情 給你交代 中國自己立法 就不關香港的事 英國拿著那套 叫做中英聯合聲明 根據中英聯合聲明 是會有一套基本法的 就這麼多 他交完警署 之後發生什麼事 就看哪類的影響 你什麼時候見到英國佬真的會出聲 這回事沒有 你說英國佬會不會不預算到中國河水飯井水 怎麼會不預算到 他自己都跟歐盟這麼大矛盾 真真正解決問題的話 記得其實幾年前 大家都知道什麼一回事 我跟中聯辦都談完了 確定穿過那件事 到底你的公投是什麼一回事 其實當時他已經參考了歐洲 知道什麼的事 最後大家都不想 不敢追蹤他 因為國際書後來被鄧東抖上去 因為當時和主導思想有矛盾 主導思想有什麼加科 到底中國和香港之間 有什麼討價還價的空間 討價還價空間 是近乎到好像英國和歐盟那種討價還價空間 這樣的話 就只有兩個政治對等實體來談判 他不能接受這件事 所以如果你真正要解決問題的話 首先要放下心魔線 起碼中國和香港 要當自己是政治實體平等對話 然後你才可以談到 到底你的基本法 這麼千瘡百孔 可以如何彌補 你參考歐盟和英國和其他成員國之間 他當地的所謂保留事項 是如何實施的 明白嗎 如果你說基本法 都已經變得這麼幻覺 總之人大立法 人大決議 等於一言九定 講明底線就是這樣 剩下這件事 是不是更加要明確說 什麼叫保留事項 先前我也講過類似的概念 就是說 有時立法的事情 是疑鬆不疑緊 但是在這種情況下 疑緊不疑鬆 原因 並非說 你要到時適應有什麼環境變化 不是這件事 而是反過來理解 你的立法越清楚 越詳細的話 等於是對香港多了一個所謂保留事項的保障 同樣道理 一至兩點已經過了骨 他肯不肯下不為了 我不敢說 但是下一件殺到埋身 肯定會的 就是23點立法 依然有人用著 習慣法的思維模式 說立法應該移寬 不移緊 因為到時你法庭怎樣判 你如何執行 都留點彈性 問題是這件事正正是重複的 因為在大陸的成文法體系裏 立法不可以移鬆不移緊 因為解釋權永遠在中央 你明白嗎 解釋權永遠在中央 在這種情況下 你是不是要令解釋的空間 越小越好 你明白嗎 越小越小越清楚越好 在這種情況下 有什麼可能會移鬆不移緊 當然是移緊不移鬆 所以這純粹是一個以戰論戰 如果大家依然 不要說迷信 執著於習慣法的思維模式 的確是不利於香港 剩下30年的發展 因為你沒有保留事項 這裏給大家分析了 希望大家明白知什麼事 舉一反三 所以一地兩檢 已經變成小事一單 但是引伸出來的就是 第一 你真的不用挖阿爺 不是真的有關他的事 是有些人 不知為什麼 覺得自己 是有權代表香港 去做一些事情 OK 而那件事 阿爺就跟著戲橋做事 他抱你 就抱你 他抱上身就抱上身 問題是 要決定做這件事 其實不一定有關阿爺的事 OK 不是說幫阿爺開脫 大家麻煩去看十二面規劃 之前大灣區講的什麼加科 整個所謂一小時的生活 突然是什麼概念 為什麼香港會變成了 這個所謂大鑽三角洲的交通樓樓 這些事 之前五年已經出現了 不是今次今日的事 OK 好了 那 另一單 很多事 現在大家知道 現在發開波世界上 除了香港發生這些 這件重要事之外 還有發生了幾件事 這個世界很多次 很多次 會不會爆散 先說伊朗 伊朗 大家忽然之間一地眼鏡碎 之前記不記得 有很多我不要說左膠 有很多所謂 有世界視野的 就說要出去看大陸 其中一個就發覺 伊朗很天堂 很和平 天天太平 經濟也好 主要是說了很多這些 燃油在意 燃油在意 已經暴動死了幾十人 已經暴動死了幾十人 還有一個很過敏的鏡頭 香港勇武派都學不到 有一個少女 船風腿 去踢防暴警察的盾 有沒有看到的照片 船風腿 踢防暴警察 有一個少女 所以你說 嘩 天什麼堂 香港比更暴力 起碼香港沒有死人 香港是沒有死人的 伊朗各大城市現在暴動 起碼死了幾十人 你說勇武不勇武 伊朗那班人真是勇武 很過癮的 據報伊朗都叫做極權政府 極權政府 照計他真的開槍殺人 死了人 是不是極權政府 一定天下太平 這才是問號 如果說越強權就越好 那為什麼伊朗會爆大鑊 所以不要迷信強權 中國人不知道為什麼這麼好玩 強權即是好 伊朗應該不會出事 伊朗現在出大件事 伊朗那種重要的 是高度意識形態 神權 神權 由最高領袖 最高領袖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 大家知道有瘋斯人革命 79年上年代 除了一個表面形式的現代政府 有總統 有立法 有議會之外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由教士團體推選的委員會 這個 原本 所謂的 王朝 就是一個非常之西化的 世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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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79年之後 變成一個 神權政體 186號變成 186號 極權國家 我當時都聽過一些伊朗朋友說 其實跟香港有點相似 當然是一個篩選的選舉 肯定是 是 是教士團體 第二 就是當權 神的祝福你不能參選 沒有DQ 上帝沒有給你 你也不能去 真主沒有給你 但當地其實相當多年青人和紫色階層 其實就不參選 其實在網上的世界 基本上就是屬於 所謂的 這班 世俗得很重要 所以這個 這個 你看到的 所以變成一個很過癮 就是 以前跳來跳去 有什麼加科 1979年 已經是 伊朗 伊斯蘭革命 伊斯蘭革命 現在那班 年輕人 其實 什麼時候出生 80、90後 沒有一個 是之前的 會有 暴動 各個年齡階層 都會有 問題是 正如馮博所說 是年輕人 不是西方時期的餘孽 記住 不是餘孽 西方餘孽 七九年 開始被清算 清算之後 全部都是 革命的兒女 照計 革命的兒女 照計 也在伊斯蘭教育裡長大 全都洗腦 還會這麼西化 還會這麼細俗化 超有趣的一件事 甚至聽到一個好個人說 不知道真的假的 還要查證一下 有些類似港獨的說法 很意識形態 很反叛 甚至有人叫出一個好個人的口號 我們是波斯人 不是亞馬一百人 其實這也是兩伊戰爭的一個基礎 是啊 大家都知道 說了一點歷史 大家可能不明白 什麼叫波斯人 有很多人分不開波斯和阿拉伯 很過癮 搞清楚 我之前幾天都說過 相對於某個國家 經常說自古以來 當然有國家自古以來 那個叫伊拉克 就是人類文明的中心 伊甸園所在地 就是兩河那條河 那條河 左手邊 叫伊拉克 右手邊 大概是這樣分 伊朗 波斯人 自古以來都是文明的中心 自從阿拉伯的起義之後 所謂伊斯蘭的崛起之下 基本上就侵佔了這個東面 兩河的東面 所以是以阿拉伯人為主 右手邊 右手邊仍然是由波斯人為主 沒有改變過的 一直是由波斯語為主 極有趣 這兩個國家 其實主要都是 伊斯蘭的小數 相對 沒錯 就是這個十二派 十二派 尤其是伊朗 其實長期跟阿拉伯世界是不適合的 主流 阿拉伯世界搞清楚 對 對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所謂阿拉伯世界 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所衍生出來的 因為之前 是鄂圖曼帝國的土耳其 才是所謂伊斯蘭世界中心 是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它作為一個戰敗國 被人拆軌了 而所有土耳其以前的屬地 包括北非 包括沙特阿拉伯 中東巴克斯坦 全部分分獨立 分獨立 所謂阿拉伯革命 不是現在 是1917年的阿拉伯革命 在那一刻推翻土耳其帝國的統治 是否在那時候才叫做 所謂有現代阿拉伯國家出現 之前那些 你叫做地方 搞清楚 所以雖然這個 有趣的是 伊拉克 雖然大部份人 是一個所謂 所謂 十業派的阿拉伯 而另一邊 都是屬於少數的 所謂 十業派 但是他們是波斯人 所以基本上 大家又是不適合到極點 所以才會分開兩個 本來基本上都是 一起 所以其實又是世仇 常常打仗 兩伊戰爭就是這個基礎上 大家都知道 當時美國是幫助塑膽姆 是啊 美國 能一手扶持伊拉克 成為強國 是美國 伊拉克 伊拉克一直比伊拉克大 所有人力物力 國力都比他強 但是伊斯蘭革命之後 就是霍梅尼 扭轉了 都是美國人 又是吃一棍悶蛋 這是人治危機 伊朗人治危機 伊朗成為中東大國 又是阿里吉弟 多謝美國人 不如忘記這件事 因為記不記得 當年這個冷戰期間 那個所謂封鎖 蘇聯的鎖鏈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就是中東 而中東的環節 除了土耳其 西面之外 東面那一件 就是伊朗 所以發覺巴列維政權 為何令到國內有反感 是一面倒親美的 人家認為他是美國的走狗 包括伊朗人 本身覺得巴列維政府 是出賣伊朗人的 是為美國人服務 就跟蘇聯頂導行 所以你要發覺 伊朗當時的軍事強勢 從何以來 看清楚軍備 在伊朗當時的軍事 是美國老闆 這是冷戰的後果 這件事 這是歷史為例的因素 所以在伊朗這個事件 又是見到國際局勢 很多都是歷史問題 你不熟悉歷史 你是完全不知道 你不熟悉歷史 你不熟悉歷史 另外 問伊朗朋友 也都說的 有件事跟香港是很有趣 跟中國大陸有趣 那是有趣的 不過當權 當局 其實是 經常強調 這是外國勢力的干預 沒錯 一有事做外國勢力 外國勢力的干預 警惕西方思想滲透 一樣 基本上是一模一樣的 防話於未然 主流媒體基本上 一定是主旋律 但是很奇怪 你會發現 一些人私底下 在網上 其實又是另一套東西 尤其是年青人 剛才提到的一點 明明79年之後 已經是清一色所謂政教學 你一個伊斯蘭教學 是很大的 要緊他洗腦 原來不會 伊斯蘭也洗不到腦 我心想 很有趣 覺得你怎樣才能洗腦 見到有可能是洗不到腦 洗不到腦 今次有一點 to be friend 我都不能否定 有一些外國勢力干預的標誌 為什麼 我不記得大家有沒有印象 我都先講過 所有顏色革命 有一個好個人的方程式 是重複出現的 而其中一件事 就是說 那個導火線 永遠不是一些很光環 很陳腔濫調 很高調的東西 來的 今次那個暴動的成因 好過人 是有人開始抗議 雞蛋漲價 就是民生問題 經濟問題 然後矛頭就直指 你那個所謂教士政權腐敗 貪污無能 然後就叫你那班教士死開 那所謂的旋風腿飛腳 就是這樣出來的 因為年青人感覺很絕狂 這個口號就是叫他收皮 其實就是叫他收皮 那怎樣爆那麼大 還有那個導火線這麼簡單 其實歷次的中東顏色革命 都是有類似的 為什麽那些香港的男生 伏龍斯奇是不需要原因的 不需要原因的 他只會喜歡你 那他只會喜歡你 那他只會喜歡你 那就是Fallback position 先前有個另一代 那就是 你當不當我幻想一回事 就是講笑還講笑 事實上那班傢伙 就是想推翻現有政權 到底用回舊政權 或者新政權 這個是沒有定論的 不是重點來的 還要推翻現有政權 而導火線 永遠是一個很簡單 很實際 很民生很貼地的東西 雞蛋漲價 用這些來吵 問題是一拆出來 就拆你整個政權 腐敗無能的 很過癮 所以這些經濟的導火線 其實以經濟來說 本身在伊斯蘭世界 屬於高水平 高水平價 其實沒有得否定 伊朗你怎樣唱衰他才算 有一樣東西 它是得益於 最近又插水 沒有錯話說 它是得益於石油出口 這是事實 所以它也是一個石油出口國家 所以過去幾十年 尤其是革命之後 累積到財富 絕大部分都是跟石油撕不開的 但它本身 第一,好過人家 人海是大國 在中東來說 人海是大國 七八千萬 第二,它的經濟基礎是好的 農業也好 其他工業也好 相對是好的 所以它的起步點是高的 即使打完兩伊戰爭 因為兩伊戰爭 是沒有打對比伊朗福地的 它只會有一個邊界 拉腳戰 死了很多人 但就不像伊拉克 被聯軍入侵 產平武 所以發覺伊朗的經濟基礎 而且打兩伊戰爭之後 其實它的經濟一直在成長 是沒有事的 所以這一刻就朝頭暗暗了 這個國家其實都是十分之 對於香港人來說很陌生 陌生 但其實又不能夠不知道 因為整個中東的佈局裏面 它是一張大牌 因為如果大家看地圖 你就知道了 它騙了那個出海 整港一帶一路 多人知道伊朗發生什麼事 這是一個很過人的問題 如果大家進去阿拉伯國灣 就是海灣戰爭 其實下面就是阿拉伯半島 上面就是它 所以基本上如果它攔著你 你也很麻煩 十字路口 從來文明十字路口 是關他的事的 南北也一定會經過它 所以從來都是兵家必爭之地 它自己本身也是處於一個東西方 到底向哪邊走 其實它自己一直都是 這個國家 因為一系列所謂近東地區 都是面對著這個問題 到底回歸伊斯蘭 是呀 即是那種基要基 即是原教旨主義 即是原教旨主義 還是像Yang Turks那樣 就要全門西化 現在擺明原教旨主義 是不可行的 是不可行的 還要是革命之後 出生的那些人 來推翻你 否定你 我還沒推翻 否定你 其實那個心理影響是很大的 你如何維持下去呢 這叫大問題 其實伊朗 並非鐵板一塊 也不是所有 所謂世界視野人士 所誤解的 這麼和平 這麼安定 它裡面暗湧極大 大到現在真的爆炸 會死人 未必一定可以成功推翻政權 這是大家明白一回事 的而且確 你這些年輕人 手毛穿鐵 怎麼推翻 又不會有外力干預 除非好像敘利亞打了七彩 那麼敘利亞極也沒有 伊朗更加說不起 說有可能會暴力推翻這個 宗教政權 但是鎮壓肯定會出現 那個內鬥是會出現的 所以所謂中東 這一部分地區的 所謂穩定基礎 是不再存在的了 其實它國內的政治 雖然我們說它是神權政體 但是其實它某程度上 亦都是放了兩個系統在那裡 它仍然都是不可能完全 它的行政系統 言勢族 不可能 但是那個就有個所謂太上皇 一言九定 最高領袖 就是黨領導一切 但相對來說 其實它又不是我們所謂 所謂哀悉的那種 滲透 沒有去到那種情況 是不同 是不同的 所以你說滲透 我不會這麼說 一定是 有一件事 我對這個研究不太深 相比之下 又說回神州大陸才算 我經常都說這件事 所謂習近平的集權 是一個反彈來的 是因為它意識到 共產黨的影響力減弱 所以它要反彈 要強控制 搞清楚這件事 所以其實 之前我已經寫過文 分析了 但是現在看完數據 也不需要去爭辯 就是 中國很多地方政府 甚至部門 有很多功能 已經外判了 也不是共產黨 甚至是中國政府 本身能夠做的事 包括天津大爆炸 都顯示出來 原來公安 消防 維持地區秩序 那些 原來八成外判了 是被一些公司承包的 政府包括共產黨領導的 是不佔你的行政系統百分之二十 那你想一下 你的所謂管治能力 從何而來 也就是出現了 實際的權力下放 事實出來的 習近平上台 就誠勢 說反貪反貪腐 然後清算地方勢力 是這樣來的 但它兩難在哪裏呢 如果說伊朗那麼神權 那麼全面的 你都沒有辦法通過強控制 令到年青人死心塌地 那你神州大地 又談何容易做到這件事 唯一所謂的平衡點在哪裏呢 你繼續有餅派 你繼續經濟有增長 而地方政府又不會反你台 這樣變成這個矛盾 那個暗勇 隨時比伊朗都不奇怪 因為伊朗你都說真的 相對來說 那不是街日大得那麼誇張 地方政府也都不見它 他說真的有那麼多外判出街 所以你所謂的政治結構的分析 中國的麻煩 隨時比伊朗大10萬8千7倍 它會不會爆這個不敢說 萬一像伊朗那樣 會有什麼結果呢 有經濟困難會發生什麼事呢 所以伊朗這件事呢 對中國來說 可能都是一個Wake up call 所以當頭棒 學會什麼一回事呢 就是更加要防範 避免出現金融經濟的風險 否則呢 一隻彈那麼低的一件事 都可以爆炸出來 變成了死人流血的事件 還有大家都不要忘記 始終中國經濟都叫打慣疫情波 這一代人是沒有打過疫情波的 沒有啊 情形有點像2003年香港的情況 即是玫瑰之後 玫瑰之前是40年的實質經濟增長 其實沒有經歷過一個長期 沒有預計過會有所謂公園減身 零三年那個反彈 先前國內有幾個很不同的說法 下江啊 下海啊 通過一個經濟的增長是消化了 唯一的首名叫低端人口 城市發急速發展裡面 多了一個城市包袱 就是外來民工如何入城 如何處理的問題 習近平也是防患於未然 剷走它 解決不了就剷掉它 就是這麼簡單 至於這個問題 會不會彈回地方政府 揹飛呢 極有機會 反回原籍 反回原籍是否一個解決問題 我們暫時還未見到 但照計是會爆發的 那些人現在去了哪裡呢 流離室所中 有些真的說反回原籍 問題還未爆發出來 所謂反回原籍 原本離開之後 可能已經不包括福利在內 在這個情況下 地方政府便落得安靜 因為反正沒有錢 記得中國好過人的情況 地方政府絕大部份是虧本的 大部份是虧本的 不然他們不用交房地產 炒賣來賺地皮收入 大部份地方政府是虧本的 在這個情況下 他們其實落得低端人口 去了主要城市掛單 令到落後地區的負擔沒有那麼重 所謂人財流失的主要城市 不是太重要的 那些民工離鄉 其實是幫他解決了財政問題 不止的 離鄉之後 還有寄錢回家 那一隻外來工 打工寄錢回家 養那些留守兒童 全國都是這樣 你看清楚這件事 你不清楚發生什麼事 你以為小事一單 實在不是 是你那個經濟佈局重新洗牌的心孝 所以會出現什麼問題 極有可能會出現類似伊朗的問題 就是那些流離失所的 其實是最年輕力壯 是有生產力的人 但是同時也是有破壞力的人 你令到流離失所會發生什麼事 你不安置 是會出現中國歷代出現的問題 就是流氓 還沒有在流氓之前 叫流氓 就是有很多人流離失所 歷代流氓的成因都不同 當朝 即是本朝的流氓 現在居然是經濟佈局的特變 令到他離開了農村 入了城市 但是現在是被迫離開城市 是否回到農村 還有有一堆所謂無N無 N無無護殖 還有在那裏他們的第二代都開始在那裏出生 相當有一堆在那裏 他們讀的學校都沒有那個城市護殖 其實是自一黨的 基本上他們窩床之地就被人產 我有朋友在大陸回到香港 原來真的見到 真是積酒 積酒 沒有東西賣 是在街上賣自己的家蕩 真的這樣 你猜到是看那些什麼賣身壯符 那賣家蕩就沒有了 他偷伴回鄉下 問題是回鄉下 沒有家蕩會發生什麼事 很過癮 很過癮 這班會變成二十世紀中國的流氓 那些流氓會不會變成流氓呢 大家就不知道 很過癮 歷代都是在重複同一件事 就是皇帝越是有為的時候 搞中興 你的鑊就爆得越快 就是這樣 你改變了佈局 他有自然發展趨勢 你城市化 經濟發展 全級被人流下去 照計你城市的生產力 是足夠養那麼多人的 問題是財政佈局 不符比例 你要城市養 那城市哪個養 反過來他也會問同一個問題 其實也是一個很過癮的問題 中國實際上是否有錢解決問題 整體來說應該有的 不一定視乎分佈 有些人所謂富可敵國 貪官 錢收到地牢 收到發污的人都有 問題是 豬門走肉臭 路有凍死骨 你拉雲來計 因為他的收入水平 隨時低於非洲 倒數有的份 也就是一個明顯分贓不民的世界 貧富極端懸殊的情況下 你再出現流氓 會發生什麼事呢 最怕是流扣 我發現很奇怪 其實這不是我們意識到的一件事 明白嗎 中國歷代也很奇怪 就算你問回樣子 中國歷代 文變之前 通常流氓 湧入一些大城市 或者到處流傳 不是湧入大城市 總之是到處流傳 他沒有地方掛的 沒有掛著的地方 在這種情況下 他要自力更生 他可以怎樣做 極有可能 他就是落草為寇 你不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因為要明白一件事 人跟任何動物一樣 他總會自己想辦法生存 大家不可以否定這件事 他不會在以待斃 他肚子餓了就吃了 好像馮博所說 親眼看著 你只能夠變賣家當 來籌盤村回鄉下 他沒有就發瘋了 沒有盤村 唯一的盤村 只是回到鄉下 但鄉下能不能放得下 這些所謂流氓 回漏吧 好看能不能放得下 這樣回漏的流氓 有一件事同時發展的趨勢 令人擔心的 就是整個中國的財政佈局 即是稅改 其實中央的集權 包括財政集權 地方政府 所謂糞碎制 地方政府保留在地方使用的錢 其實比例原來是小的 是小了 所以中央 所謂國庫 國庫 文藥 文藥 包括藥資 包括地方 我剛剛之前有看一本書 新年假期看一本書 就叫做 《貪腐的盛世》 主要分析清朝 以一個藍本來識 根本整本書就在借古奉金 《紫蘇華為》 是一個大陸的學者寫的 出了一本書 叫《低薪的盛世》 就叫做《貪腐史》 其中一個很有趣的觀點就是 清朝貪腐一個很重要的結構性因素 就是所謂財政改革 清朝由康熙 康熙是放手的 放得很厲害 但是不夠錢用的 地方是不夠錢用的 也影響了一件事 所及地方政府不夠錢用 其實是需要中央政府 默拒地方自開財路 包括所謂火號歸功 之前的火號 所謂火號 扣錢的 扣都不給你扣就歸功了 之後就是所謂財政改革 財政改革 整體上清朝地方政治敗壞的原因 主要因為中央搶錢 搶到一個地步 乾隆認為自己大把錢十全無功 所謂乾隆盛世是一個很過癮的前提 因為雍正的財政改革 令乾隆繼承了很多錢 問題是錢從何來 是從地方手刮回來的 所以有清一朝 其實他根本就是借股逢金 刻意地說了財政比例 比例是跟本朝有些類似的 明顯已經在諷刺他 整本書都在說 官從他的諷錄來說 是不夠錢用的 甚至支付地方的開支也是不夠的 地方的官要養得起自己 以及要搞立明目 要搞好地方 也要考立明目 形成了一個所謂默許的貪腐溫創 這個跟本朝在九十年代後發生的事 是於如出一次 有很多時候 那些東西是一個自定律 差不多是 他不會餓死自己 你不給他吃 他會怎樣 不用想辦法 作些東西出來 收錢 這樣來的 但收錢又是灰色地帶 又是灰色地帶 它又可以上下其手 演變成了一個惡性惡種樓 現在在中國各地所謂貞地 和地產商勾結 地方官的中間落袋 那些東西 一方面 其實他不搞地產這些報復 是養不起地方 所以其實跟清朝容許這個結構性的腐敗 其實是類似的 很遲 這個情況也是一個所謂 說得比較難聽 就是一個所謂 小數政權 在上面 中央 下面 下面 結構性問題 結構性問題 就是All Power Corrupt Absolutely Power Corrupt Absolutely 所以這個 我又說得很遠 不需要 這個怎樣解釋 因為 借股奉金也好 怎樣也好 都是回到一個老大難的問題 就是 到底 中港關係會發展成什麼樣 主題也是說這件事 所以 如果你不知道中國發生什麼事 你不知道 我們經常說那個 暗湧也好 就是 那些政治的動力 是來自何方 會發展成什麼樣 你是很難理解 中港之間發生什麼事 尤其是 有一件事 就是 有一件事 清朝 和這個地方的關係 最似的是什麼 是廣州十三行 廣州當時滿清禮的 其實五口通是有的 不過五個口岸 不是全部對著外國人的意思 例如福建那邊 敏海關 是對著日本和琉球的 很過癮的 但是 反過來 越海關 即是廣州 就是對著歐美 所以 英國和中國之所以 打起上來 就是因為廣州 說不定數 被人燒鴉片 所以 極相似一件事 整個 中國都是閉關的 而留下幾個通商口岸 令到所謂外國勢力 不能在中國擴散滲透 不用逼你燒十字架 總之定時定後就離開 即是說 他純粹是經濟出發 他不能不留廣州通商口岸 而演變出來的什麼家科 就是在那邊戰爭 而跟著太平天國的東西 哪裏傳進去 就由廣州傳進去 不是這裏洪秀全那班人 在哪裏見過神父領世 所以變成這些東西 有很多 你說不熟歷史 經常說我們香港人不熟 也才是假的 反過來香港人熟的歷史 是比中國大陸更熟 熟到一個地步 就是我們正視一些 他們不敢正視的東西 而不敢正視的是什麼家科 就是本朝與前朝 相差不大 相差不大 其實我大陸看的那些清朝劇 都有很多都是借古鳳金的 不過 當然你看那些主旋律的歷史 他不會講這件事 他不會講這件事 之前都看過一篇奇聞 就是說中國是沒有王國 中國沒有王國 因為沒有中國 沒有中國 沒有中國怎麼是王國 沒有王國的 二千年沒有王國 那是概念的問題 有什麼定義 蒙古也是中國 說回貼題 中港關係也好 一地兩劍也好 你經常發生這麼多事情 其實你可以在歷史中找到先例 甚至於你可以推測一些很過癮的事情 就是對於本朝會發生什麼事 而本朝發生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有可能會有琉球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肯聽或肯相信這件事 表面上看起來很簡單的低端人口 好像馮博 因為他真的做過研究 知道你的醫療福利 那個弱環節在哪裏 會如何斷攬 還有地方政府 尤其是你附屬沿海省份 已經說了 他沒有能力 也不想補貼你內陸的窮省份 反過來 你現在把流氓趕回內陸 你沿海城市當然怕爛首長 你上海北京當然怕爛首長 你來陸那班 怎麼辦 會發生什麼事 相應其實是不是有部署 我不敢說有部署 上次我已經很天馬行空 會不會是戰爭部署 你要人民防空 諸如此戰爭部署 你沒辦法應付那麼多防空洞 一趕走諸如此 這是其中一個說法 第二個說法就是 任何這些所謂非政府組織的民間社會 都是會影響政權的穩定 所以你說學校無牌又會經營 又會教學生 即是那些民工子弟 他們自己又會搭一些城中村出來 甚至北京的郊區 做一些近乎自治區的物體 三不管地態 你這麼多三不管地態的時候 你以為中央害怕還是不怕 有可能會不怕 他最怕就是失控 你控制不了他就害怕了 那麼他剷得很正常 問到惡性循環出來了 惡性循環出來了 惡性循環出來了 你剷他 他變成流民 回流回自己的鄉下 即是回回內陸 沿海城市實在高興 那麼他內陸會發生什麼事 地方政府出不出聲 回事 我未知什麼時候會出聲 人們肯定只會出事先 會不會變流扣 有可能 隨時是有可能的 但是暫時 所謂一線成績除了拍攔手掌之外 也都有人說過 一些低端服務 行業都可能會斷了 先說 斷多大 不敢說 少了人送餐 少了人送網上購物 影響有多大 未必真的想像中那麼大 他只不過是另一個步伐 慢了 不一定會出大件事 但反過來就是 那些人沒有回到你眼望我眼 回到你眼望 回到你眼望 左手網右手 解釋一下 為什麼桌面有條魚 你明白嗎 招呼他的用來 他真是老闆 這條魚 原來是招呼他 不要誤會 我們兩個嘉賓 他真是老闆 地主 所以那個issue在哪裡呢 就是那個佈局 是會令到內陸省份的地方 那些地方政府更加不滿 而更加不滿 他會如何找出路呢 有不外乎幾種的 一 就是問中英政府 他人就說拿錢 二 就是自力更生 一講自力更生的時候 就出現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就是馮博講的 他會不會清朝的 這些地方政府這樣 出這些古靈精華的招數 再逼到民變 我不敢說 極有可能會這樣 這個似乎都是中國大一統王朝下的通常都是這樣 通常都是這樣 通常都是這樣 有讀中國歷史就知道了 這麼像 不關我的事 劉文又多了一件事 就像大家看歷朝歷代的要素 又多一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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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有了 又有了 又有了 大有為謙 中興明君 好像 有人說他像崇禎 沒有人說他像崇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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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他像崇禎 有人說他像崇禎 有人說他不是我說 所以種種跡象都指向一個更加大的問題 但是早前就有人說 連叫雞都去支付寶 就不會支爆的 他講全線 通常爆起上 就說你是預料不到他這樣爆 你也明白到蘇聯解體那一刻 其實大家 還沒解體之前都想像不到他解體 想像不到 大量人說蘇聯即將超越美國 這麼大嗎 可能是埋葬美國 誰知道被人埋葬了 這些事情都猜不到 但是現在目前 其實在各界都有共識 似乎他以一種完全的形態出現 即是中國的現時 他似乎是學習了 有個Dictator's Learning Curve 就不像一般我們原本理解的 那種集權主義 通常以那種所謂 叫做完全每一個方位都極端到 好像北韓式那種情況 似乎明顯是不同的 而且他利用了一個資本主義的發展 似乎資本主義和列寧的黨國體制 似乎好像沒有矛盾 似乎中國改革開放 尤其是89年之後 似乎是用這種形式 將兩種不同的元素謀嚇 而似乎他的操控體制 是越來越成熟 說是這麼說 但又看前朝 八季看前朝 幾乎滿清爆鑊 都是因為保露風潮 想清楚 杜火線 你不要以為孫中山的車大炮 那麼大影響力 反而最大影響力的 杜火線是四川的鐵路國有化的過程 賠償不捉 然後那些鐵路股東 又說政府搶錢 所謂要保路運動 要保護自己的鐵路 四川人的鐵路 要四川人自己擁有 跟港人港地差不多 很類似 又是本土主義的問題 但本土主義後面說 中央與地方的角力 中央地方的角力之餘 而演變成一個 很過癮 中產階級的革命 很多人都忽略了這件事 以為清朝是亡於民變不時 革命黨故自然是 各地紛紛帶頭反台的 就是官商那些名流 知議局 地方議會 帶頭作反的 原因就是 清廷中央 那個所謂國有化的過程 分裝不運 很類似 今天也有一個新聞出了 如果大家有看《信報》 如果大家有看《信報》 不是那麼陌生 那麼遙遠的事情 東北出現了一個新的情況 就是說 在國進民退的情況下 以整治地方的經濟混亂為名 黑龍江出現了一個 類似保路運動的抗議風潮 是什麼抗議風潮呢 就是東北黑龍江 有一個很出名的 度假勝地 叫阿堡力滑鼠牆 小弟也有幫助過 幾十年前 他現在就演變成 中國一個叫做 開發得最好的 國際級數的滑雪旅遊中心 正正就是 在一個洪鄉壁壤的山區上 弄了一個國際旅遊中心出來 這麼賺錢 而導致地方政府 就開始 喉著一個肥豬肉 他逐漸利用 習大大所說的 要自理整頓 要聽主旋律 就是清算這一班地產商 你想想 人家幾十年心機 又沒有到有 整了一個世界級的度假村出來 只不過現在是肥豬肉 你後處那月還沒住 會發生什麼事呢 已經上了電視了 就說東北那邊那班企業家 以及這些 不要說是資本家 首先是富起來 那一批 就開始有一個反彈 反彈就是 到底你現在所謂中央的集權 是真的為了我們好 還是只是起未住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所以不要以為事情這麼遙遠 有機會爆起來 所以想像中央的 想像中央的快很多 這些事情 講起經濟 講一下這個H股 這個人的題外玩 很過癮 表面上是好消息 大家唱好 因為昨天開市 開了一個大紅盤 上三萬點 大家說是好消息 我覺得很奇怪 H股全流通 就等於好消息 是不是 香港的中資股市值股 之前夠大 其中一個說法 就是 H股有非流通那部分 如果非流通那部分 都變成流通的話 香港市值會更大 市值更大 和市況會不會好 有沒有關係 我不敢說 因為很過癮 簡單的概念 就是 供應大了 是否等於需求同步會增大 雖之的初衷 就是 當年H股 即是所謂來香港上市的 中國企業股份 為何要保留非流通那部分 不讓香港上市流通呢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很多都是國企來的 國企如何容許你流通 難道會變成私有化 此其一 第二 因為中國裏面 一向都明白一件事 是供過於求會死人 那麼多股票流通 你所謂40倍的PP 怎麼維持呢 我不是說坦白的效應 而是多了股票又流通 除非你多了現金去吸納這些股票 否則它扔出來 是一定供過於求的 你不可能為止有高價 以前限量供應 就沒有高價 現在不限量供應 表面上看起來市值會大了 但實際上流通的能力 是不是還有這麼多現金 可以追捧到呢 這是第二個大問題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一下 習大大這個時候 來放益主股全流通 表面上看起來 就好像是正常金融改革 裡面一個很合理的一步 但是又跟整個改革方向 是不吻合的 不吻合在什麼呢 它照計應該要加強監控能力 秩序的維持能力才是 如果它要維持秩序的話 你放量供應益主股流通 是不是維持了秩序呢 唯一合理解釋 那個放量供應 都不會影響它國內的呢 如果在香港流通 國內雲流通 但是現在中港互通 你擺明就是 如果我給你這個中港通買股票 你國內那班人 是可以不用交增值稅的情況下 來香港買了中國的股票 當然是來香港買的 那問題是否 就是表示中國不介意錢 轉流來香港買股票 是外流來的 嘩嘩嘩嘩 嘩嘩 嘩嘩 爆料方面又怎麼算 唯一合理解釋 就是中央為什麼會這樣做呢 缺水 國內缺水 它賣股票 你非流通 它怎麼補水 因為它沒有股票 不能賣 它供不到水 所以也是一個很過人的信 我會反過來看 放得全流通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信號就是 國企要賣股票 國企賣股票要套現 現金流的問題 它沒有錢 肯定會放量供應 已經預算了 你這班傢伙要買 就買國企手上 原本鎖住 不給賣那些 現在給賣了 給賣什麼意思 它可以套現 套現是否等於私有化 未必一定 但肯定就是套現 所以 多了一個渠道給國企吸水 就是全流通 第二件事也很過癮 就是我們自己做過這行就知道 以前經常說 不要上國內股票 因為你受到干預太多 好了 你不上國內股票 你就上香港 如果香港 你未做過體制改革的話 你上不到紅丑 紅丑是全流通的 吸引了什麼呢 正如剛才所說 你全流通的好處 你去骨髓 你終於可以賣多些股票出街 你多多些股票也不要緊 沒有所謂紅丑 不關國內市 好了 於是乎 有很多來香港上市的企業 尤其是中資那些 是選擇以紅丑的形式來上市 真真正正脫離了中正監的監管範圍 OK 所以變成H股 就兩頭不到案了 就是名義上的香港掛牌流通的股票 實在是中國法人企業 中國企業 中國股權 好了 那它歸哪個管 照計你備案 雙重監管 因為你錢是中國企業 你不會不受中國管 問題流通的部分 就是香港管 但並不表示你不要和中正監備案 中正監備案 它是中資企業 好了 你全流通 即是中正監不管嗎 中正監不會不管 那家裏哪個管 它來香港管 歐國都想不到它可以怎樣管 唯一的可能性解釋就是 它是希望 即是國家希望這些 國企也好 中資企業也好 是可以受到類似紅丑的歡迎 即是外國投資者 都會放心投資這些股票 那它便翻散了 此其一 你管得少便翻散 變紅丑 你就不用下下跟別人說 不要要中國企業身份 就換外國企業身份 變成紅丑 直接中國企業 可以全部來香港上市 變成X股全流通 就等於我不需要紅丑 表面上是這樣的 有可能是以退為進 就是它為了避免紅丑 這個流動太明顯 會不會紅丑 它覺得它可以控制到的範圍 反而是少了 紅丑控制的範圍 反而是少了 所以它為了維持中國企業的競爭力 它沒有辦法不完全流通 合理 這一下子 你沒辦法 這也是叫做 國際化流過程中 難以避免的一件事 如果你看到很多外國的投資機構 不買得益儲股 原因就是它非流通 你能夠買的流通量很少 你流通量少的話 變成很多指數 你不能夠納入指數構成範圍 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是一些 例如退休基金 一些所謂長期投資基金 固定回報那些 它不會跟你冒險的 對於它們來說 這些近乎非流通的股票 它就不能買的了 即是又是要跟紅丑搶生意 國際資金要買中國企業 你可以選擇H股 因為它符合了你全流通 那個要求 亦都在香港正式掛牌流通 你不需要搞紅丑 都可以有全流通的 起碼要保住它不做紅丑 架構那些國企央企 H股的所謂主權 因為紅丑的高管都太難管 出了很多問題 經常要強力報門 又不能夠這樣說 一國兩制從中資來講 從來都名全失望 不要玩我 當年我出門口 左邊是幾位 右邊是幾位 怎麼撞鬼 共產黨都坐在這裏 你說什麼鬼是一國兩制 那就是中資企明白了 因為它有兩盆章 你兩條才管的 不是說它違法 在香港 起碼九七前 其他我不敢說 起碼九七前 中資企是很跟規矩的 它所謂兩套 一套就純粹是影子 只不過是管著這些人 不要亂來 但是商業營運 它管不了 有開會就回國內開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名為紅丑 但實際上 國企衍生出來的紅丑 它內部管治架構和國企一模一樣 所以不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因為紅丑管不了 所以它要變成H5 不是這樣 一樣的 我告訴你 所以你純粹只不過是 你的法人身份 是中資企業 還是不是中資企業 最大分別是這個 你稅制也好 你法制也好 變成紅丑 變成境外公司 會承認一點 而且是格少少的 做什麼呢 你不能夠真正直線 踩香港政府的胸口 說這些事情 如果是它管 紅丑與它無關 就算是相從監管 也是很相似的 一地兩檢 擺明了 這些中資企業 來自香港 傳流通 是不是當成香港企業 又不能當成香港企業 是中國企業 是中國法人 中國法人 在香港完全參與金融市場 但是跟不跟香港那一套呢 這個問題反而更大 這個問題反而更大 就是中資企業的所謂企業管治問題 到底證監也好 家業所也好 是否會管 即是它是不是跟香港的上市規矩 上市規則是跟的 上市公司 你跟得香港法例上市 你會有一個要求 對它管治 但是公司法 公司法是跟中國 沒有辦法 因為公司法是中國公司法 中國法人企業 它不能不跟中國公司法 你跟得中國公司法 說得難聽 一國兩制是兩邊管 香港就根據香港上市條例來管理 然後中國就根據公司條例來管理 其實這一下子 一國兩制是預料了 所以會不會互相融通 這個我不知道 技術上是可以的 雙重監會 可能跟一地兩檢有異曲筒之處 這些東西都沒有想過 當日完全沒有想過 你可以在香港全流通 你沒有想過 當初紅醜也是這樣來的 中資協來不了香港上市 紅醜怎麼搞 你預計會有什麼特別 野獲會爆的可能性 有 我真的覺得爆鑊 就不是直接爆 而是放量供應 就這麼簡單 全流通 放量供應 一聲放量供應 你就要看市場的流動性 是不是撐得起 因為雨是吸水的 等於香港的上市公司 無緣無故印多些股票出來 為什麼鬼 一街坊 它是穀水的 同樣道 放股票出來 為什麼鬼 這個穀水是一個信號 好老實說 不好意思 我撲冷水 是這麼說 是穀水的信號 這個 全流通是穀水的信號 穀得水就是水緊 這件事 講得明白 這件事 還沒什麼 暫時沒什麼 因為的確 那隻貓又在玩一條魚 那些壞消息 不想說太多 明天就要去拋股票 入我帳 不要乖 至少我沒有持有任何中資股 現在 所以上落也不關的事 沒有什麼興趣 也沒有封鎖到任何股票 沒有什麼興趣 披落下面又要有五十字的樓 披落以下術 三十六個字 證監標準 時間都可能差不多 差不多 麻煩大家 仍然是Holiday mood 剛才開工得很累 下個星期再詳盡一點 再講這些話題 但今天那些事 其實有些是幾火爆的 有些也是我們自己 不要誠實危言 你以為神權都可以管得好的東西 中國應該學神權 不可以用 他山之石可以公辱 你可以看看 極權神權會發生什麼事 都不一定可以用 在這個情況下 是不是這邊 你剷十字架就行 這個我不敢說 另外就是 更大一件事 就是以市為鑑 現在出現的是流民的風險 流動人口的風險 加上流民之餘 亦都是地方政府 經濟矛盾 屬於結構性的財政問題 種種跡象都指向了 一些傳統中國 這些王朝 有一點事未爆獲 但是也上次提過 沒有向遼東郎試過 大哥 中國經常出事 都出東北的 現在又來了 今晚新鮮滾熱 就有一份紅頭文件 就爆出來 爆文件 只是未爆炸彈 中國爆也是撐的 中國是他給錢的 這個大卡申明的 爆問題 香港的郵輪 給俄羅斯 這些 入油給朝鮮 其實有種種跡象顯示 川普會不會還拖呢 有可能 但是更大的說法 就是會不會中國先動手去朝鮮平亂 都有可能 動肥仔那個 極有可能是北京 而不是華盛頓 搞清楚這件事 有可能動手的 又可能重複朝鮮戰爭狀態 不敢說 以你一個這麼脆弱 這麼充滿矛盾的 中國政治經濟佈局 打不打你這場 朝鮮戰爭呢 這個才是過癮 以前還可以把低端人口 推上前線做炮灰 現在沒有 現在沒有 打了 都不會跟他打了 是吧 你給武器他發瘋 立即擺放 所以 那邊將會怎樣發展呢 沒有人猜得到 會怎樣爆鑊 過癮又不加方 有很多時候 真的嗎 不是我爺言聳定 有很多時候 這個瓦解來得快到你預算不到 為什麼呢 因為 中國本身已經夠大麻煩了 再加上地方 和中央的政府矛盾 地方會不會反抬 或地方會不會被反抬 這個我不知道 如果朝鮮會開打的話 首先租央的 就肯定撥開地區 東北 東北不用想了 他的核彈爆還是不爆 你想清楚了 爆了他東北也不用玩了 他有兩代人不用玩 骨牌 當你這麼脆弱 危如雷倫 這麼脆弱 那個環境底下 忽然之間 你嘗試爆一爆 忽然之間 就對外戰爭 你猜一下會怎樣 有時候這些爆 可以來得很快 另外又很害怕 立即要去北京 阿倫再人 驚已經驚到 因為打很明顯 他會先死 南韓會先死 還有他的命值錢 過北韓很多 他會害怕 很有誘因擺平這件事 給錢 對 他很有誘因擺平這件事 現在擺平了 越來越爆發 他都擺不平 你怎麼擺平 那到底金仔的彈 到底可以寫了多少 說到明了 新一年我就要做更多彈 還說了 他的目的是 確保你永遠不可以 向朝鮮宣展 說的不說 那到底會怎樣 先前都說 我會有斬首行動 似乎是 各個主要大的持分者 似乎都是中美之間 似乎是一個平衡點 但不要忘記俄羅斯 不要忘了俄羅斯 因為俄羅斯爆發的時候 海參威都揹摸 記住 到今時今日為止 遠東港口 依然是俄羅斯的 北東港口 而海參威是最大的海軍基地 你不可能朝鮮爆炸 不影響俄羅斯 遠東的利益 擺明了 所以我不夠說 一定是第三次世界大戰 但火藥庫爆的機會很大 而爆的方式 到底金仔的彈蕩會發生什麼事 中國已經是最大負面因素 背背包 到時大家看 這些幾個事情正在發生 沽車 香港又看看 地量檢點走法 之後二十三條跟著怎麼來 上面大埔局 國際局勢 環環相扣 下個星期看看伊朗發生如何 真的擺不擺平 不知道 可能伊朗下個星期又不一樣 不知道 真的不知道 即管我們 拭目以待 下個星期下衣服準時 我們再回來 結束中環 拜拜